大家好,我是DASA 今天是2022的最后一天 主播在这边祝各位新年快乐 今天呢,你以为又是一句干话教你玩角色的部分吗? No, no, no,总要换点口味的 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的是 新地图,残阅地图,攻略必胜法 让你在新地图,自由自在,爬分不再是浮云 吃鸡不再是梦想 在迎接新的一年到来前 先来听听iPad新气象吧 我们先说说这地图的特色 就是风景美,空气清新,好山,好水,好多绳索 我相信玩过这个地图的朋友大概都了解 没转一个点,不再是用位移技或者小洒地跑 只要找到点找对绳索 跑圈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 很多人会问主播 这地图到底有没有算好玩 或者说跟前几张地图比 到底有没有差 我敢说一定有 娱乐性更高,进攻性更强 也没有所谓其他地图靠背大的高低差 或者没注意前面有洞直接变盒子的状况 但好玩归好玩 被黄雀的几率也相对提高许多 但避圣法让你黄雀不再是黄雀 白给不再是白给 要在这个地图避圣只有个重点 找到绳索,溜就对了 我们可以先来观察地图上的绳索 这边我们就几个名称来记 第一种是三环三线 我们可以用环状线来说明会更清楚明了 也就是绕地图外环道溜的绳索 这是找资源或者绕干最适合的一条线 第二是直通地图中心的绳索 我们可以用板南线来说明也就是东西巷的绳索 第三也是直通地图中心的绳索 我们可以用淡水星线来当作称号 也就是南北巷的绳索 第四呢就是围绕着一些资源地图的绳索 我们统称决斗线 只要有两队或者两队以上 在这个区域就会开始对决的场合 最后最后啊 就是我们这张地图唯一的室内线 网内护打免费 我们只要熟记上面这五种线 不管是进攻还是绕干就会变得容易 当然啊 也能容易预测敌人的所在位置 那计算这么多 必胜法在哪呢 只溜绳索赢不了吧 当然赢得了 我们这边就试攻阁来看 我们可以仔细观察 右上跟左下的方格绳索最多 有所谓的环状线 也有所谓的反南级淡水星线 而左上跟右下是有环状线 傻子才跳 所以记住 跳伞往这两格地方跳就对 容易绕干也容易进攻 没拿到好枪就绕干 有拿到好枪就进攻 这边还是要再次强调 Apex就是一款勇往直前的游戏 听到枪声往前溜就对了 当然Apex还是有分新手啊 老手或是神手 如果你是新手就做反撞线 舒适缓慢资源多 如果你是老手就是板南线 及淡水星线 容易进攻也容易绕干 如果你自称你是神手 就是决斗线跟室内线 下去拼枪拼银吃鸡也就不是难事了 这就是残月的避胜法 牢记在心 上分根本简单 懂得跳点 避胜也不是难事 DASA在这边祝各位 2023新年快乐 兔年新大运 常常都吃鸡